走進美術館或者是畫廊 我們都會很習慣看到畫掛在牆上 雕塑矗立在展間裡 但是有一位藝術家就顛覆了這樣的日常 藝術家賴智盛在一面巨大的白牆上 用紗紙磨掉一層層的油漆 露出歷屆展覽的痕跡 沒有畫布也沒有畫筆 這就是賴智盛的作品 他還在展間懸掛了一件 佔滿整個空間的新的天花板 接近頭頂所產生的壓迫感 讓人不由自主想要低頭或者是伸手觸摸 藝術家說這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作品裡頭比較浪漫的部分 它只在這個地方成立 只能夠處在這個空間裡 天花板緊挨著頭頂 明明是寬廣的展間卻讓人倍感壓力 這是藝術家賴智盛依照這間畫廊製作的新作品 關於這這件作品 其實就是這個展覽的題目 這件作品主要是要創造一個 既充滿卻又空虛的一個雕作品 那這件雕作品在日常裡頭我們看到的 其實是很像我們一個降落比較低的 進階光的天花板 穿梭在天花板的巨大陰影下 觀眾不自覺的低頭或伸手觸摸等行為 也成了展覽中被觀看的一部分 對我來說這個作品的在跟空間跟時間跟觀眾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有可能在這個現場其實是直接產生的 我的作品裡頭其實有個特點是做現地製作 那這個現地製作主要是回應了我面對的這個展覽的空間 也回應了某種現實的條件 這個方法其實不是我創造的 但是我特別喜歡這麼做 是讓這個我跟這個空間的關係 也許產生一種對峙 或是產生一種特有的關係 每一次的展覽賴智晟都會打造 專屬一廊空間的雕塑或裝置作品 這件名為無題之後的作品 不同的色塊代表的是成品畫廊歷史的痕跡 這件作品其實我就是面對一道白牆 直接一直往下打磨 那它裡頭會有出現各個時期不同的 一個展覽的一個痕跡 那最裡面的粉紅色的格子是 2009的林明宏在這個空間所開幕的展覽 所做的一個壁畫 我覺得這件作品最主要的概念是 有沒有可能在面對一面白牆的時候 直接身處一間作品 這個很困難的是 我只有帶一張沙子進來 或是我只有帶著要消解它的方式進來的時候 我可以對它做什麼 牆上的磨痕 地上堆積的粉末 是藝廊開幕六年來的故事 賴智晟的創作擅長以剪法為工具 大面積的畫布上 單一的色彩 讓觀看的注意力轉向線條跟結構上 他甚至用筆重複描繪畫布邊緣 提示藝術之外的一切事物 我希望這個範圍 也許是重新被描繪一次 或是重新被我們再思考一次 那用這種帶有意識的 有反思的去思考這個 藝術跟我們的關係 賴智晟用他的方式 重新詮釋 承載藝術品的物件 包括畫布 顏料瓶 一面白牆和展演空間 甚至是下載影片的畫面 再次定義藝術和觀眾的關係